如果从宇宙中看,银河系就像一个星光岛,而我们就住在这个星光岛上。 为什么说银河系是囚龙,人类可能永远无法飞出银河系? 想要解开这个谜团,我们先要了解银河系是怎样诞生的。 138亿年前,随着起点爆炸,时间和空间诞生了。 随着时间浪潮滚滚向前,大约三亿年后,庞大的丝状暗物质所产生的引力,使得气体逐渐聚集起来,形成宇宙网庞大结构。 它们纵横交错在宇宙空间里,同时形成大片虚无空间。 在暗物质引力最强的交接网点上,气体密度不断增加,最终引发核聚变,点燃了第一代恒星。 它们不断吸引,靠拢,聚集,形成了第一批星系。 我们的银河系也在此时诞生了。 据科学家估算,宇宙形成约138亿年,而银河系形成约135亿年。 银河系是宇宙中最古老的一批星系。 太阳是在银河系形成85亿年后才形成的。 此时,第一代,第二代,乃至第三代蓝巨星都已经熄灭了。 太阳是站在巨人肩上形成的。 又过四亿年,地球出现了。 再经过46亿年的沧海桑田,人类出现在地球上。 我们经过20万年的传承和积累,终于把火箭送上了天,把人类送出了地球,踏上了月球的土地。 现阶段,我们还是依赖化学燃料动力火箭。 即使是飞得最远的无人探测器旅行者一号,在利用行星引力弹弓加速之后,用时45年,也仅仅飞出了222亿公里。 如果它要飞出半径一光年的太阳系,将需要1.8万年,飞到下一颗恒星,需要7万年。 银河系是一个巨大的傍旋行系,是由至少2000亿颗恒星组成的庞大天体系统。 它的直径高达18万光年,中心厚度达到1.2万光年,其中最亮的银河直径2万光年,厚度1.2万光年。 在这片狭小的区域中,不仅有人马座A星超大质量黑洞,还有至少70亿颗恒星。 它们和暗物质一起用强大的引力束缚着2000亿颗恒星,使其围绕银芯公转。 太阳系距离银芯2.6万光年,是银河系S型弯曲的节点。 这里的厚度相对银芯薄一点,不过也达到了6000光年。 以旅行者一号现在每秒17.062公里的速度,就算垂直飞行也需要1亿年的时间。 按照人类80岁的寿命来计算,则需要125万代人。 然而,旅行者一号的速度远远达不到每秒120公里的第四宇宙速度, 根本摆脱不了银河系的引力束缚,所以不可能离开银河系。 太阳束缚着地球,使其以每秒30公里的速度运动。 银河系束缚着太阳,使其以每秒250公里的速度运动。 在银河系外围,很多天体都达到了银河系逃逸速度, 很可能因为暗物质的存在,才保持了银河系的稳定。 拉尼亚凯亚超乡系团引力中心巨引员,束缚着银河系, 使其以每秒100公里的速度运动。 银河系这个巨型丘龙就在我们面前, 要想飞出去,第一要快,超越每秒120公里的第四宇宙速度。 第二要克服超级漫长的时间轰沟,能不能速度和时间坚固呢?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认为,物体速度越快,时间流速越慢。 比如,当我们接近光速时,垂直飞出6000光年, 可能只需要几天或几个月。 然而,爱因斯坦把光速定义为宇宙中的极限速度, 所有有质量的物体既不可能达到,也不可能超越光速。 而光速为什么可以达到每秒30万公里这个极限速度呢? 那是因为光子,没有质量。 即使是我们无限接近光速,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。 质增效应,又叫质速关系。 有质量的物体运动速度增加,不仅会带来时间膨胀效应, 其质量也会随着运动速度的增加而增加。 速度越快所需的推力能量越大,直至接近无限大。 我们可以从这张表中看到质速恐怖的倍数增长, 尤其是无限接近光速时。 当然,如果我们能达到表中0.4倍光速即12万公里每秒,也是很不错的。 这时曲线与一倍质量几乎平行,说明质量变化微乎其微。 但0.4倍光速已经很快了,这比现阶段人类航天器最快速度每秒200公里,快了600倍。 太阳系内的地方可以很快到达,有生之年还能去比林星看看。 所以,无限接近光速几乎无法实现,用接近光速飞出银河系只是理论上可行。 那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? 还有两种更好的从理论上可行的方法。 其一,爱因斯坦还给我们留了后手,爱因斯坦·罗森桥,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虫洞。 虫洞能折叠空间,将两个不同的时空进行连接。 我们可以通过虫洞快速跨越数千乃至数万数亿光年的空间距离。 有一种说法,黑洞就是虫洞的一种,它的另一头连接着某个空间中的白洞。 其二,是三体中遭到大多数人反对建造的取速引擎飞船。 它利用强引力厂将前方空间压缩膨胀后方空间,以实现速短距离超越光速的目的。 而宇宙飞船被一层不受引擎影响的保护炮包裹着,以保证飞船不会被扭曲。 在宇宙中,至少有一种速度是超越光速的,那就是宇宙膨胀速度。 在距地球大约144亿光年外,宇宙膨胀的速度就超过了光速,空间膨胀叠加的速度不受相对论限制。 如果我们能制造出一个超光速膨胀的空间,就能带着飞船以超光速前进。 2021年12月6日,取速驱动先驱和前美国宇航局取速驱动专家哈罗德·J·桑尼·怀特博士,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发现。 他的无线空间研究所团队报告了一个真实世界中发现的取速炮。 虽然这只是纳米级取速炮,但它会产生负的真空能量密度,并非是模拟结构。 这个发现至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,将引领我们进入超光速时代。 取速炮的存在可以让取速引擎飞船以N倍光速飞行,比如星际迷航中的9.9999级取速,大约是光速的199516倍。 这个速度可以在6个月内横穿银河系,大约10年到达仙女星系。 但要想飞出本星系群,飞到宇宙边缘一探究竟,还是今生无缘,需要的时间太多了。 如果取速引擎这扇窗能和重动这扇门双剑合并,那我们探索宇宙之路将不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,使有生之年遨游宇宙成为可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